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达医爆破炸讲堂 我们是由五个医生组成的自媒体 我是主持人小果 今天我们来说说 哪些人不能做CT检查 CT检查在目前是一项应用比较广泛的检查 但CT检查虽然好 却不是什么人都能够进行的 以下这几类人就要尽量地远离 1.肾功能不全的人 有些人需要通过增强CT才能更好地判断疾病 这个时候就会给身体注入一些造影剂 而这些造影剂在进入身体后需要通过肾脏代谢 如果肾功能不是很好 这些造影剂就会让肾脏的负担加重 从而让病情也跟着加重 2.容易过敏的人 过敏在发生的时候可大可小 严重时会危及性命 因此容易过敏的人要注意增强CT是不能够随便进行的 因为增强CT中所使用的造影剂很容易出现过敏反应 3.患有心脏病的人 CT检查会带来辐射 而心脏病患者的身体免疫力比较弱 对辐射的敏感度也比较高 这种辐射会让患者身体的心脏频率跳动加快 对心脏病人来讲可能会加重病情 所以尽量不要进行CT检查 好了 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关注我 或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健康的那些事 也继续 如果浩子 忍綠 下方评论区